哈哈哈哈哈哈 想吃什么我说 大家好 我是胖猴子 老甜们 今天咱们采购回来了 废话我都说 赶紧把这五花肉处理一下 咱们给五花肉烧一下皮 烧好以后咱们用钢球把这个烧黑的地方烧干净 给五花肉咱们改一下招 咱们吃点大葱 烧锅 烧水 五花肉冷水下锅 加入去腥3克 葱姜 尿酒 煎花 真看着你不是啥呢 我经常给我想要给你炸 我的天 我的天 咱把肉取清洗 下锅肉就完了咱们炒个糖蒜 起锅 烧油 油然后下入冰糖 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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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五花肉咱们尝到砂锅里边 加点葱 葱 姜 姜 一个卤肉包 生抽 炸鲜 鸡 姜 水 炸盖 炸火 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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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ito 煮 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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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一半吧 这一个22斤 27斤 27斤 这一个27斤 30斤 3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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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钟 哇 炖了这么半天 哎呀 实在太少了 来一块 真是的 酱 我前面是吸肉啊 直接吸就行了 太得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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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前面看看這個吸肉 哎呀真得 我前面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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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ch 好 太厉害了 好 太厉害了 好 太厉害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呀 啊 啊 啊 这不就喝这个吧 是吧 那么甜 哼 人想话不多 想吃什么公车 大家好 我是放红子 老四伯 今天来几个哥们儿 想吃我做的红烧肉了 咱们今天准备这块红烧肉 准备这块五花肉 咱们把这毛啊先给削了 好了 咱们还准备点什么 老天们 准备点 鲍鱼 看这鲍鱼的鸽头怎么样 是不是 哇塞 吃好多热 咱们去把肉啊 还鲍鱼一块清洗一下 干吗 要不蛋哥 熊儿 吃吗 最好是块啊 我给你弄,我给你收拾鲍鱼 小鸣呢 今天天天还挺凉啊 放在锅里 差点水 倒点姜 倒点红紫白 炒好水五块儿了,拿着捞出来 起锅 烧油 油热后,下个白糖 咱们把肉炒到砂锅里边 烧油 双猪 蒸汤 鸡椒 烧面的圆泉 煸火 烧油 小心 把鲍鱼啊,下个里边啊 咱们再煮上十分钟 粉丁放 好嘞 一会儿炖了十来分钟就好了 尽量别搅,别让扎底子回家 一会儿一吃,叨叨叨叨叨 放点盐 好嘞 换活 我来了 开盖 上菜 哎呀 哇去 真香 真香 另外一会儿 另外一会儿 应该在那儿 来来来来 你做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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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点烫 好 行 行,正好 好 好 哇,这是老鱼 这刀工的,没谁了 是 好,张哥 我必须一点 吃虱肉呗 先弄一会儿丢个虱肉呗 来,弄个鲍鱼 来一会儿 你们吃吧 最新的那个还是这碗 这个吗 有米酒呗 有米酒呗 吃了 吃了 吃吃吃 这粉条真是没吃了 味道 老鲍鱼 老鲍鱼 中间啊 这个粉条啊 虚少了 没吃够 咱们 咱在里边 加个点粉条 尝个菜 好几天没这么吹过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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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个筋牌 吃这个烤鱼鱼嘛 鱼鱼 你那得喝酒呗 嗯,我不想 其实啊,还是吃肥子香的 真嫩的啊 真嫩的啊 入口即化 这话还真得 你要吃吧,都不用说话了 一吃一个不见识 是 我跟你说啊 你妈妈这玩不肚子 不是什么好用的 你说 那块肉也香 你看 瘦一点 你吃着不香 露口即化了 那边骨头啊,再咬一下 不吃一口 不吃一口 入口即化 它吃着有点鸡 它是晾出来的 不不太汤了 哎呀,这块儿 老天们,哎呀 我都愿意吃这个大肥肉 吃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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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不过我 真香 全是油了 来来来来来来来 先来来来来 必须得吃点油 这个油我跟你说 拿着油一半份 我的天 你这一勺下去 这一勺全是油 哎呀,真香 这没看 这边边都是经验 这蒸鱼饭都是经验 这小油一放啊 贵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喜欢我的小伙子 我先去转发 别人关注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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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唱 嗯 人想快乐 想吃什么跟我说 大家好 我是胖猴子 老前 看 今天我买了一块五花肉 这块五花肉相当不错 咱们今天用它做一个媒体扣肉 废话不多说 咱们切一段 因为后边这一段 这一段肥肉比较少 咱们就要强势这一段 改这段 就要这一块就可以了 然后把这个猪毛 咱们给它清洗 烧一下 我烤好个猪肉 咱们用钢筋切皮一下 起锅 烧水 五花肉 冷水下锅 加入葱姜 尿酒 开锅 打几竹沫 打几竹沫以后咱们再煮了三十分钟 把焯烤水的肉啊 咱们放到冷水当中浸泡一下 然后咱们用根签子 在这个肉皮上炸一些洞 这样方便入味 焯烤孔以后啊 咱们在肉上扁上几叠老抽 然后给涂抹均匀 给它简单的上一下色 起锅 烧油 油温度上四五层上 下肉 用皮层上 在油锅当中啊 打上三十秒 以后咱们往这熬出 放下凉水 把咱们准备好的肉啊 修一下边 然后切成两毫米左右的 肉片 切成薄薄的厚片 煎好的肉片放到碗中 加入葱姜 加入一块豆腐乳 然后加入一点甜面酱 双抽 鸡粉 再加入几斤老抽 上色 然后装满均匀 一定要慢慢抓啊 因为这肉很很软 尽量要避免把这个肉弄伤 翻板均匀以后啊 咱们腌制上它十五分钟 之前准备一点梅干菜 然后咱们把它放到清水当中 浸泡一下 把梅干菜啊 反后的清洗几遍 洗去它里边的 盐子还有杂质 如果喜欢吃的 可以多放一点梅干菜 咱们把肉啊 放到碗中 把梅干菜 盖到上面 把菜放到锅中 盖上那 开火 蒸上它两小时 好了 咱们已经蒸了两小时了 现在咱们把它盛出来 看看味道如何 哇好烫 好烫 哇 哇塞 好烫啊 哇塞 哇塞 好香 哎呀 翻过来的一瞬间 然后这个香味 随着就出来了 咱们 特别香 但是你在蒸的锅上的时候一点香味也闻不见 咱们现在来尝一尝 嗯 很软啊 嗯 也很入味 肥肉啊 也不腻 而且 梅干菜的这个 这个味也很大 嗯 非常成功 老天们咱们那口梅干菜上上 嗯 嗯 哎呀 我洗的那么多遍 还是很喜欢这个菜 就是米饭吃下去 嗯 我起来 我才发现 这个肉白反了 哈哈哈 哎呀 应该肉皮烧烧 但是咱们把肉皮烧一下了 哎呀 无此味 咱们再来块肉吃 那下 你去吃吗 熟食过去 错 嗯 呀 啥子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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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上一大小小的米酒 我都不要了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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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三、二、三、二、三 嗯 好 各位 咱们这米饭上加点汤 汤不多 咱们拌拌饭 嗯 哇 这梅干菜很咸 这个汤一点都不咸 而且这个汤啊 嗯 这个梅干菜的味道特别重 它特别好吃 嗯 嗯 好了 姐妹 今天视频就到这吧 哦 喜欢我的腰瓣记转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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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试